小猩猩从天空掉下来 被一只搬仓鼠看见 她把猩猩藏在家里 打算和爸爸妈妈一起守住这个秘密 小伙伴们来寻找小猩猩的时候 搬仓鼠和爸爸都说了谎 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呢? 我们一起听听吧 一粒小猩猩 一粒小猩猩从天空掉下来 掉下了这个草虫 被一只搬仓鼠看见 搬仓鼠很兴奋地大喊 我的云力真的好 搬仓鼠将这粒猩猩搬了回家 藏在自己的地下仓库上 搬仓鼠的爸爸就说 哎呀,这个是宝贝来的 搬仓鼠的妈妈就说 哎呀,要藏好才行 搬仓鼠决定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 搬仓鼠撩出家门的时候 发现很多动物小伙伴们 都在草丛里面寻找什么 小白兔就说 哎呀,奇怪了 我看见是跌到里面的 麻雀又说 哎呀,哎呀,我也看见了 没错的 从早上开始 老山羊就撩着自己的狐狮在思考 这粒小猩猩到底跌了去哪里呢 青蛙大声地问搬仓鼠 喂,小仓鼠呀 你有没有看见小猩猩呀 搬仓鼠好讨厌青蛙 说什么声都是这么大的 青蛙这样问其实没什么 但谁知道搞到小鹿也跑过来 小鹿又说 哎呀,你一定看见的,是不是 搬仓鼠就说 没有啊,没有啊 青蛙就说 就是在你家附近 你一定知道的东西 搬仓鼠又说 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搬仓鼠心里面其实有点害怕 因为大家七嘴八舌不停地向她 打听小猩猩的下落 她从来都没说过大话 所以她的心呢 不停地跳过不停 她决定紧紧地合上自己的嘴 其他人问什么她都不会打 狐狸就过来问了 搬仓鼠,你干什么不说话呀 哎呦,这汗都出来了 这个天气不热啊 这个时候,搬仓鼠的爸爸来了 搬仓鼠马上躲到爸爸的身后 搬仓鼠的爸爸就说 哎呦,搬仓鼠这个小朋友啊 感冒啊,一直在飙着虚寒 搬仓鼠很佩服爸爸 爸爸总是能够找到很好的借口 这个理由还好天衣无缝 狐狸就说 搬仓鼠爸爸 我们一直在找着小星星 你家在这里 你不知道什么呢? 搬仓鼠爸爸就说 哈哈,你看看 我们家都已经搬走了 搬到很远的地方 今天我们回来 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拿走 所以我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小星星 哎呦,真是借天借地了 搬仓鼠激动的快要跳起来 爸爸真是厉害,很聪明 所有的动物们都在尋找小星星 搬仓鼠爸爸就对搬仓鼠说 哎呀,小朋友 我们也一起寻找小星星了 就这样,搬仓鼠父子也跟着大家 开始寻找小星星 天啊,慢慢的一刻了 一只在树上的猫头鹰 突然之间叫到 哦,你看 小星星在那里啊 哎呦 小星星在搬仓鼠家 那一块土地 闪闪发光啊 野猪就这样说 哎呦,哎呦 等我来大献身手了 哎呦 野猪就用自己的鼻子 开始这样去撞搬仓鼠的家门口 搬仓鼠爸爸就说 哎呦,不要再撞了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哎呦 这粒小星星 为什么会滴到我家里呢 秘密始终是收不住的 搬仓鼠 发现爸爸的额头上面 也飙了很多汗 那些汗珠 比自己那些还要大很多 小朋友们 搬仓鼠把星星藏起身 还不告诉小伙伴 还说大话骗他们 那是不对的 我们不可以学搬仓鼠和他爸爸那样 欺骗他人 方言 到最后都会有被拆穿的一天 我们是不可以做说大话的小朋友